两架F-16战机经过半小时的飞行 很快就来到目标空域 这时的马克知道有战机来袭 立马调转方向飞行 但F-16武器系统早已锁定直升机的发动机了 获得上机批准后 立刻发射了一枚响尾蛇导弹 马克见此情况 马上将飞机飞到一处烧烤店旁 他知道导弹是通过热源寻找目标 此时烧烤店的人员还在悠闲地刷着烧烤架 却浑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就在导弹离目标还有一千米时 马克降低了飞行高度 听到有飞机轰鸣声的烧烤人员立马跑不出来 就在导弹来袭的前几秒 马克刚好将飞机飞走 结果导弹直接击中了烧烤店 瞬间上百只机被炸飞 接着马克将飞机飞到了商业区 为了躲避响尾蛇导弹 他又有了一个大胆响 等F-16战机再次追上来后 他们发现直升机竟然悬停在两座大楼的正中间 这把他们整个一脸懵 不知道马克这是什么操作 但目标就在眼前 他们还是再次锁定发动机热源 然后又一次发射了导弹 看到导弹来袭 马克立刻将飞机开到阳光照射大楼的影响 等导弹马上要接近时 他迅速离开 结果导弹直接击中了大楼聚光处 这下把F-16飞行人员吓懵了 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不过他们还是没有放弃追击 马克在围着大楼飞行一圈后 正好这是看到F-16就在他正前方 他立刻启动武器系统 接着机炮很快就锁定了其中一架F-16 然后他迅速按下了开火按键 另一架F-16见到这样的情况直接逃走 指挥不得知情况后 再次派出一架小鸟直升机追捕马克 此时的马克正在观察票子的飞行员 殊不知小鸟直升机已经飞到了他的另一面 就在他准备调转方向时 小鸟直升机突然发起攻击 打得马克一个措手不及 不仅手臂被击中 就连武器系统也被击坏 无法自由改变方向了 马克只能快速逃跑 而后面的小鸟直升机则紧追不舍 并且还是边追击边开火 好在马克驾驶的直升机性能优异 很快就甩开了后面小鸟 然后他藏在一处转角处 等小鸟飞过来后 快速发起突袭 结果还是被他逃走了 他只能再次追了上去 但小鸟直升机实在太灵活 没多久马克就丢失了目标 没想到小鸟竟然陷血陷营 躲在一处转角等马克飞过去后 他再飞到马克的后面 而且还在不停地射击 马克一时间也没想到更好的办法 只能通过飞机的性能 试图躲开小鸟追击 但试了几次后 仍然无法板脱 最后实在没办法 他只能试一下飞机的超激动 直接紧急拉升后空翻 后面的小鸟见状也开始同样操作 好在马克的飞机性能优越 很快就飞到了小鸟的后面 这次小鸟直升机是逃不掉的 马克直接一顿机炮扫射 瞬间小鸟直升机在空中报复 最后马克为了防止指挥部 再次派战机过来追捕 他沿着一列火车飞去 然后按下了倒计时 接着将飞机快速飞到了火车正前方 就在火车马上要撞上时 他快速打开机门逃了出去 飞机则直接被撞成了渣渣 这样的情况总不会认为马克和飞机一起去了西北 再也不会有人寻找马克 而且前期也将录像带送到了电视台 没过多久所有真相都浮出了 再次进行